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新台币近期面临一波急升,市场担心以出口为主的半导体业和电子业将受冲击,尤其台积电是否因汇损而损害毛利率即营收。 根据业界消息,目前台积电已要求供应商提出成本下修计划,以因应新台币升值影响。 最近新台币汇率可说是暴利升值,从4月的对美元约33元,一路迅速升破30元,甚至一度看到29元的价位。 虽然央行强调,美国财政部未要求新台币升值,但根据韩国央行行长李昌迪的说法,美国政府向亚洲国家施压,要求其货币升值,也是亚洲货币汇率走扬的原因。 因此,在川普的关税制度与施压下,新台币汇率持续波动,半导体供应链如何维持价格优势,恐成为下半年科技产业的主旋律之一。 如今,业界消息传出,台积电已要求供应链提出下半年的成本计划,以应对汇率波动问题。 根据业界人士的说法,台积电原本要求供应商明年裸晶圆,Rawwafer,至少降价30%。 如今,因汇兑压力急速上升,据悉台积电已扩大要求多家供应商提早于5月缴交新报价,目前供应商都一个头两个大。 市场预期,新台币每升值1%,营业利益率恐下降0.4个百分点。 台积电2025年第二季展望是合并营收介于284亿至292亿美元。 若以新台币32.5元对1美元汇率假设,毛利率介于57%至59%,营业利益率介于47%至49%,因此,新台币升值将对台积电第二季营运造成不小压力。 针对汇率仪式,台积电则回应,目前并未有任何修正2025年第二季与全年展望的规划,将持续谨慎关注汇率变化。 与此同时,权威统计机构Counterpoint发文,这家全球晶圆代工市场的龙头企业台积电,在经历2022年末的库存调整后,进一步巩固了其行业的主导地位。 先进制程产能利用率保持高位,凸显了公司技术的领先优势。 根据Counterpoint的数据显示,300米制程凭借苹果A17、Pro A18 Pro晶片、X86、PC处理器及其他应用处理器晶片APSOC的巨大需求,在量产后第五个季度就实现了产能充分利用,创下先进制程初期市场需求的新记录。 至于未来的发展,回答NVIDIA Rubin GPU的引入,加上Google TPU V7、AWS Tranium 3等专用AI晶片的相继问世,在AI与高效能运算HPC应用需求持续攀升的驱动下,预计未来将延续目前先进制程的高产能。 相比之下,智慧型手机市场已有制程,比如7奈米、6奈米和5奈米、4奈米的初期产能增长较为缓慢。 7奈米、6奈米制程,虽在2020年左右凭借智慧型手机的需求大涨,实现产能充分利用,但随后增长放缓。 而5奈米、4奈米制程,在2023年年中再次增长,并在NVIDIA H100、B100、B200及GB200等AI加速晶片需求激增的推动下,持续恢复。 这些AI算力晶片的需求激增不仅加速了AI资料中心建设,更带动5奈米、4奈米制程,整体产能显著提升。 就2奈米制程发展前景而言,Counterpoint认为,该制程有望在量产后第四个季度达成产能满载,刷新历代先进制程商业化记录。 这一预测来自智慧型手机与AI应用的双重需求,这也与台积电2025年第一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中的战略判断相呼应。 即得益于智慧型手机与高效能运算HPC应用的巨大需求,其希望在头两年内,2奈米技术的流片数量将超越3奈米和5奈米、4奈米的同期水平。 除了苹果以外,2奈米技术潜在客户包括高通、联发科、英特尔还有AMD等关键厂商。 广泛的客户群体有望保持2奈米制程的高产能利用率。 为了满足美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减轻地缘风险,台积电向亚利桑那州工厂投资了1650亿美元。 该工厂的制程技术不仅将涵盖4奈米和3奈米,还将包括2奈米和更先进的制程。 尽管核心研发与制程开发都在台湾,但向美国的产业扩张,最终可能占据台积电2奈米及以下制程产能的30%。 这种双重布局战略既增强了台积电的地缘韧性,又保证产能跟上客户需求,特别是在AI和高效能运算领域。 同时还能确保公司在2030年及以后持续保持最先进制程的高利用率。 在此背景之下,据海外媒体Notebook Check 5月下旬的报道,台积电计划在2025年开设或升级9座先进制造厂,包括8座晶圆厂和一条晶片晶圆基板COS封装线。 这将是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单年扩张。 公司高层在2025年技术研讨会上详细介绍了这一扩张计划,并指出年均建厂数量已经从2017至2020年每年三座的平均水平,跃升至现在的三倍。 随之而来的资本支出也将大幅增加。 公司为2025年的预算设定在380亿至420亿美元之间,较2024年的292亿美元有所上升,超过了2022年352亿美元的历史记录。 在台湾,台积电正在加快在Five 20和Five 22厂的2奈米技术生产,并为台中Five 25厂准备更先进的2奈米技术。 此外,高雄还将建设五座新厂,涵盖2奈米、1.6奈米及A16工艺以及其他更前沿的制程技术,总计将可达8座2奈米厂。 海外方面,台积电已完成美国亚利桑那州Five 21第2阶段的建设,并已启动第三阶段,同时在日本雄本建立了第二座工厂。 德国德勒斯登的Five 24厂也在筹建中。 管理层将这轮投资增长归异于高效能运算和AI领域的持续需求。 大型AI加速器占用的锡片面积远大于传统处理器,导致客户需要更多晶圆,以满足每个设计的需求。 这股需求潮还加剧了先进封装的紧张局面,促使台积电预计, ColeOS产能在2022至2025年间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80%,大大超过去年设定的60%目标。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